在大家的餐、饮、店铺或商业空间 过节时要做什么场景保置 才最有效、最省钱和最能引爆销售呢? 你好,我是素赤,你们的商业原装设计师 要知道什么节日要做什么才可以带动销售 我们首先要研究一下 什么是高消费频率的节日 我们才知道什么时间要做什么 在上半年通常就会有农历新年、情人节和母亲节 在下半年我们当然不少都有暑假、 圣诞节、国庆、中秋等 都是属于高消费频率的节日 通常我建议每一个商家店铺 都会在自己的每年的推销、营销计划里面 他们会在自己的 calendar mark分号 每一个节日他们需要做什么报纸 就会去联络陈列原装设计师 帮他们做一个提前的规划 关注数尺每日原装小贴士 再来打造网红店、人爆销售 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 在这些布置场景里面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如果有什么想知有什么想问 欢迎留言给我,谢谢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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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